男朋友睡觉 打呼噜容易把我们给吵死 于是我就发明了这个起来重睡枕头 里面有个声控感应器 在他睡着了打呼噜的时候就会启动开关 把他叫起来重睡 如果再次打呼噜 还能再次叫醒他 效果非常nice 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了 弱的小女生在教育男朋友的时候 手心手背都是肉 这样打起来 我们自己也非常的疼 于是我就设计了这个 手心手背都是刺手套 非常的时尚霸气 使用起来毫不费力 而且还能保护我们的手掌 下面我们有请王哥给大家体验一下效果怎么样 我们直接就照王哥的脸怼上去呼就完了 可以看到效果非常nice 仔细看一下还有针灸的效果 非常nice 对于平时放鞭炮 非常的危险 于是我就设计了这个 绵点火放鞭辅助器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只需要将这个粉末倒进去即可 下面给大家试一下效果 只需要找个硬地面 松手即可 非常nice 早上起床非常快难 闹钟响了也叫不醒我们 这样上边容易扣工资 非常危险 于是我就设计了这个 强制叫醒辅助针 如果醒了不起床的话 他就会强制把我们推起来 下面有请王哥给大家示范一下效果怎么样 为了让王哥多活一会 哦不 多睡一会 我们先玩一下左下角的游戏 点击左下方下载乌饭游戏厅 里面有上百款经典游戏 像这种经典游戏混豆螺 还支持双人对打 有小时候的味道 好了 现在我们叫醒王哥 王哥最近可能颈椎不太好 不适合剧烈运动 大家给我点个赞 下期我亲自示范 非常nice 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需要用的大量的卫生纸 而且是一次性的 非常的不环保 于是我就设计了这个可以反复利用的擦定棒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只需要将里面倒上水 然后放进冰箱里 擦定棒已经冻好了 我们试一下效果怎么样 由于冰块是一直融化的 所以我们在擦的过程中 它一边擦一边画 不用担心弄脏了的问题 用完了之后可以等一会儿 让它表面画完了之后 再装进去 反复利用 非常nice 用这种普通的斧子 披木头 披生四块的话 需要披三次 非常的麻烦 于是我就设计了这个梅花斧 把一块木头披四块 只需要一下 下面给老铁门展示一下 可以看到效果非常nice 一下就变成了四块 如果说有一块比较大的话 再来一下 就能披成八块 把一块木头大卸八块 只需要两下 非常nice 给这个锻炼身体辅助杯 又配套了一个吸管 也非常的锻炼身体 非常耐用 这样我们在喝水的时候 不但非常的补铁 而且喝热水的话 冷却速度还非常的快 非常nice 这种普通的苍蝉喉 点燃之后 一溜烟就没了 是一次性的 非常的浪费 于是我利用家里的非旧钢筋 做了这个可以多次反复使用的苍蝉喉 需要放入一个小边就可以多次使用 下面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看到没有 飞出好远 飞出好几米远 这样我们捡回来 还能再次使用 非常nice 做了一个有去无回防护安全点 这样就不会有人乱动我们的东西了 看到没有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非常nice 好像拿不出来了 做了一个安全防导盒 如果有人乱动我们东西的话 就会被卡住 这样我们把东西放在里面 就非常安全了 用我平时最喜欢的这个水杯盖 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最讨厌别人用我这个水杯盖了 看到没有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非常nice 现在是法治社会 很多时候不能靠打打杀杀 要以德服人 为了时刻提醒自己 我就设计了这个以德服人斧头 看上去非常nice 20年老师傅亲自开任 存钢打造 下面给大家示一下效果怎么样 先砍个草吧 非常的锋利 当我们与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 一定要拿出来控制自己 不能蛮横 要以德服人 拿出来之后 相信对方的态度也会好很多 效果非常nice 我们在结婚抛锈球的时候 被锈球砸到的人会非常幸运 但是一般都没有后续故事发生 回到家后 我们只能自己玩个球 非常的可怜 于是我就设计了这款 被砸到后一定会有故事发生的锈球 在抛出后 如果谁有幸被砸到 那你们的故事就开始了 根据砸到的部位不同 收费标准也不是 那个故事时间也不一样 我觉得至少得陪护半个月 这样日久深情 就会找到女朋友了 非常nice 这种普通的纹箱燃烧非常缓慢 曲纹能力差 很容易导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发生流血事件 于是我就设计了这个强力曲纹辅助器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只需要把这个头取下来 里面放入我们掰碎的纹箱 然后点燃放进去 擦上电即可 现在我们试试效果怎么样 看到没有 有了鼓风机的助力 里面的纹箱就会被一起慢慢点燃 烟越来越多 这样效果就非常nice 出烟量非常大 让蚊子无处遁形 女朋友非常喜欢吃螺蛳粉 但是一碗需要十几达不了 非常的贵 容易把我们吃破产 于是我就给她做了这个螺蛳粉铁饭碗 里面还有大量的螺蛳 而且还可以反复利用大大节省的成本 下面我做一碗给大家尝一尝 使用方法非常简单 只需要把粉倒进去即可 然后适当的搅拌一下 转一转里面的螺蛳 增加一下里面的螺蛳味 下面我们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嗯 非常螺蛳 还有一股刚才焊接完的臭氧味 总体来说非常nice 给女朋友焊了一个防风碎花裙 设计非常nice 上升效果非常哇塞 它不但能防风 而且还防狼 挤公交的时候也是战无不胜 非常实用 在给女朋友吵架的时候 通常我们有理也说不清 所以我就设计了这个 有理有据 吵架辅助器 我们只需要拿着它 气场十足 这样我们在跟他讲理的时候 有理有据 就能简单一点 非常nice 我们这种 前一阵子爆火的 国外卖2000多的那个水墙 兄弟们让我给模仿出来了 原理是一样的 他也是用了这样一个水囊 就是我们小时候玩那个橡皮筋吃水的那种 下面是一个水泵 然后往里抽水 把这个水囊鼓起来之后 这里连接一个电视法 看到没有 只要按动这个开关 它就会刺水 原理是一样的 但是由于这个水囊 不如别人那个厚 压力有点小 所以效果不是很好 给大家简单试一下吧 首先先抽水 确实是买不到再厚的气囊的 这是我能买到最后的气囊的 试一下吧 能设个五六米远吧 但是设的不是很直 应该是压力不够的原因 水化也不如别人那个压的好 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非常nice